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左相位 我赚同头骨骨骨骨骨骨 那我们先看今天台大量表现 今天台大量一样延续 这个波段的一个整理 今天形成一样实际性无量的一个整理 那到今天这个收盘 收跌个11点指数 在17434点 那相对我想以今天这个量 2579亿的一个量 已经连续4天 大概在2500多亿的一个无量 来做一个区间的一个整理 那毕竟我想就是说 以今天礼拜二 那这个礼拜过完之后 就是中秋节的一个到来 那毕竟我想根据以往 都会有一个中秋变盘之说 那这个中秋变盘之说 当然的话也引动 在目前这个接规点的台股 都是形成一个极度 尤其是说这种连续假日 长假之前的一个观望的 一个气氛会非常非常浓厚 那毕竟就是说 以这连续4天 一样大盘的部分 我想在包括上个礼拜 4礼拜五 都是延续这个反弹 那这一两天 形成一个小停顿 昨天小跌一个28点 今天又小跌一个11点 那当然话这个盘 依然我们在上个礼拜 就跟各位讲得很清楚 多头的一个架构 并没有去做任何改变 多头架构完全没变 那没有变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我想现阶段就欠东风 等于说这个没有量的一个结果 它只能用一个区间的 来做个挟糊的一个整理 整理完之后再攻 整理完之后再攻 那毕竟我想针对 这个就所谓的中秋变盘之说 我想就是说 根据这个最近10年来的一个统计 通常在这个中秋节之前 一个礼拜 我想就是从昨天说 就这个礼拜来讲 因为刚好这个中秋节 也是在从礼拜六礼拜天 到下个礼拜礼拜二 那当然的话就是说 以这个中秋节之前 最近这10年的一个统计 大概它盘下跌的这个几率 下跌的几率 高达这个7成 高达7成 10年当中有7年是跌的 那过完中秋节之后 反而涨的一个几率 高达这个8成以上 最近这10年 有8年都是涨 过完中秋节之后都是涨 那所以说我想基于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经验法则 等于说这个阶段点 我想反而趁这个盘 在形成叫无量整理这个当下 反而是我们的所有观众朋友们 你可以去密切留意 哪一些已经经过修正的这些个股 来找这个叫做回测的一个买点的一个 结佳的一个机会点 那毕竟我想我们在近期 不管是说像前坡 这一坡这个台股大盘 一坦坦了1385点 主工的一个要角 当然的话落在相关 半导体的这些族型个股 不管是说像上游 IC设计 细制裁 中游 像这个金银代工 代工制作 像台积电 联电 包括像世界先进等等 甚至包括像下游的这个封测 我想都是在这个波段 台股这个强工的 这个主工要角 那重点我想在这个波段 从上个礼拜以来 这个盘做一个压回 这一趟压回等于说 这些短线上都已经涨 多了这些标的 这些个股 它在最近这个 从上个礼拜以来 反而在形成一个叫休息的一个停顿 那休息停顿 我想这更呼应出 我们在近期 我们带给各位 唯一的一个策略叫什么 这是很简单的 这四个字叫做高卖 低卖 高卖 低卖 所以说我想就是说 针对不同的这种轮动个股 依然 我想我们这个很简单的这个策略 高档你要去做卖 拉回 你要去留意做买进 我想这个策略 依然不会去做任何改变 那当然话我想就以实物的一个操作的一个重点 还是一样请各位 密切 针对不同的一个个股 不同的个股 你要去区分个股的一个位阶 高位阶涨不动 短期上涨多的这些标的 你要去特别特别留意 这叫高卖的一个策略 那针对就是说这些个股经过修正拉回 那修正拉回 它的架构 依然维持多头 那什么叫多头 就是说 月线趋势往上 月均线的趋势还是依然维持往上 月均线还在它的下方 就是说它股价还在月线之上 这些相关个股才是叫做真正多头股 那多头股就是 就是我们在刚也预告各位 你可以去留意这些个股前波创高之后做修正 那拉回依然维持这个叫多头架构 那回侧你就密切去紧盯住 它这个回侧买点需要产生 那当然话 趁这个中秋节之前 你先完成 这个叫卡位布局的一个动作 后续中秋节之后再涨 我想这个后续的获利 就会跟各位形成一个直接的一个相关 那所以说我想 不管是说这个中秋变盘 我想各位你当然话是参考就好 因为毕竟现阶段没有量 那没有量的一个结果 没有量就没有价 那当然的话 绝大多数的这些个股 都在做一个休息 整理的一个形态 那这往往也一样 趁这个目前是无量 那针对一些量缩价 回撤买讯就产生了这些相关个股 当然的话 你都可以来留意 做到让布局的一个动作 那重点我想 这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差异点 还是要说 你在之前 你在高档 高档的一个时间点 你会卖 你会卖 卖掉之后 高档会卖 拉回 你才有这个资金 在低档区 去做到一趟低阶的一个策略 那毕竟我想针对 我老师我们在今天早盘 绝点多的时候 我们特别针对 就是说已在近期 我们从上个礼拜以来 有针对一个 就是说9月份 是第三季的最后一个月 那第三季的最后一个月 当然的话 会有一个叫做投信的一个作帐 那这个作帐 尤其说 其实这一次很多 就是说以投信来讲 毕竟 包括在7月份 7月份这一趟是拉回1100多点 8月份又是拉回1395点 而且说相对来讲 就是说以这些投信 作帐的这些绩效 真的应该是都会非常非常难看 那很难看 所以说9月份 剩下一个月 要去拼绩效的一个结果 当然的话 很多个股 其实他们已经在8月份 都已经率先 率先做卡位 就如同 我老师我们从上个礼拜 礼拜五 一路跟各位相关分享的这些 当时叫做投信作帐股 后续转为一个叫结帐 开始一路卖 一路卖的这些个股 我想包括像新唐 包括像创伪 这些个股 在之前叫做投信作帐股 后续从上个礼拜以来 转为一个叫结帐 结帐的一个实际结果 当然的话 一样你要去留意 一个叫高卖的一个策略 那毕竟我想针对 我们在今天 有跟各位相关分享 像昨天投信 站在卖方的这些个股 不管是说 像金像店 新唐 台拨 华通 这个中宏 我想这些像金像店 投信一卖 卖了3400多张 外资卖了9900多张 新唐 我想这档标的 我们从当时 从8月25号 我想我们天天跟各位做分享 毕竟这档个股 我们在当时 带各位卖在多少 卖在175块 创历史新高 那新唐 昨天 投信都卖了3200多张 等于是说 它这个波段 从这个8月份 8月份 整整一个月 几乎天天买 天天买 除了8月4号 卖了224张 那其他的 全部 8月份 每天都在买 8月份总共累计买了 17000多张 17000多张 这个我们在上之前 都有跟各位分享过 那当然话我想 以新唐进入到9月份 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9月3号小卖100多张 9月6号上个礼拜 礼拜一卖1300多张 礼拜二卖了6000多张 礼拜三卖了3000多张 延续到上个礼拜 礼拜五也卖了1300多张 那昨天呢 昨天卖了3200多张 等于说 这一个波段从9月份 它做账 缓转为结账的后续 已经卖了16000多张 那等于说 8月份买进了 大概已经全部 积极呼呼 快卖光了 卖光了 那等于说 这档标的 尤其包括像新唐 包括像创委 我们在从上个礼拜 都很清楚 跟各位做分享 就是说 像当时新唐 我们卖在175块钱 创委卖在多少 分两次卖 一次卖在160块半 上个礼拜一卖在155块半 那这一趟拉回大概30几块 等于说 这些标的 你也无论如何 我想我们不管它 中秋变不变盘 投信 做账 或是转结账都没有关系 我想这个各位 你只要掌握住 一个叫高卖的一个策略 我想这个相对应 到目前为止 一路修正下来的 都是我们的机会点 都是我们的机会点 那重点当然的话 还是要落在你会高卖 那像新唐 我想做账转为结账 股价一路修正 到今天 今天又收盘 又跌了7块半 大概又是半根停满以上 那当然的话 股价也创低来到121 121 那这样子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我想更凸显出 我想为什么我们在 从上个礼拜以来 我们特别特别 操作策略面的重点 要特别着重各位 要会卖股票 要会卖股票 我想绝大多数的投资人 是只会买问题 不会卖 你有钱 人人什么股票都可以买 那重点 买进去之后 会卖 这个才是重点 那当然话 我们在当时 卖在这个历史的最高点 9月2号卖在175块钱 到现在连碰都还没碰 上个礼拜四礼拜五 我们特别都还预告各位 还没有买点 回测买点还没有产生 你稍安勿躁 还不能去做买进 静待它 虽然它现在股价创低 股价创低 今天来到121 这个指标 空方力道已经大幅度缩减 这代表就是说 回测买点已经快要产生 那问题还没有产生 一定要请各位静待买点产生 要买再来买 那重点我想这样子 从当时175卖掉到今天差了多少 差了54块 一张没买差多少 一张没卖差了5万4千块钱 这很恐怖 一个礼拜多一点点 差了30.9% 或者是更凸显出 为什么各位 我们不断不断着重各位 要会高卖 要会高卖 卖掉 我想这样一路拉回 我们就是静待它 买点产生 再做一个回接的一个动作就OK 投信 做账 转结账 那结完账 我想卖光之后 它后续又会再买 因为再买我们再跟着 再做一个买回的动作就OK 新唐的部分 创委赶换 当时我们在9月3号 30分钟卖讯产生在160.5 一样是这个波段卖在最高点 后续在上个礼拜 礼拜一 也产生60分钟的一个卖讯 做一个出清 卖掉之后 这趟拉回 拉回到128 等于说拉回32块半 那毕竟各位你也看得很清楚 现阶段我想 这个回撤的买点讯号还没有去产生 你一样稍安勿躁 静待买讯产生 再带各位来做这一趟 高卖之后 低阶的一个策略 低阶的一个策略 这针对这两党 以前 像在8月份之前一样 三大法然是一路站在买方 从9月3号以来 一路站在卖方 一路卖一路卖 尤其像创委的部分 投信卖的不是那么多 外资的部分 现在9月10号卖了1200多张 9月9号卖了500多张 到昨天 昨天一样 外资继续卖了267张 相对就是说 这些标的一样 等到它由卖转买 我想那个时间点配合 买讯产生 低阶买讯产生 我们再带各位来执行 回接的一个动作就OK 那另外 正在昨天 昨天陆陆续续产生 就是说昨天 投信卖超排行榜 前几名的 像金像店 一样 这两标的其实在9月2号 都已经产生卖讯 在72块2 那当然话 我们在盘中 就特别提示各位 外长 你如果说你手中 都还有持有这些 投信 转 做账 转 结账 这些个股的投资朋友 一样 把握 逢坦的一个卖股 像他昨天 卖了3400多张 投信 外资卖了9000多张 月线的压力在69块2 69块2 现在都已经在月线之下 一样 弹上去 逢亚 一样请各位 逢亚 把握这个逢坦的一个 卖股的一个策略 今天一样 卖讯一样又产生在67块6 等于说 这档标的 现阶段 一路法人站在一个卖方 一样请各位 把握这个逢坦的一个卖股 台拨 玻璃股 9月2号 其实卖讯的人产生 那我管你 投信 结账 做账转结账 或者是说中秋变盘 我想这个 如果说各位 你当时 你有第一时间 这个工具 这个讯号的一个提示 当时在9月2号 卖讯已经清清楚楚 36.35 这一趟拉回 这跟各位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拉回 昨天 投信卖了2000多张 月线的压力在34.45 一样 逢坦 一样 打握这个卖股的一个策略 台拨的部分 早都已经产生卖讯 这这样一拉回都已经超过十几%了 华通 印刷电路版 9月2号一样当时就产生卖讯 在40块7 这一趟拉回 创低来到38块钱 一样 月线的压力在39.7 中虹 中虹 昨天有坦 坦一样 把握这个方坦的一个卖 那今天做压回 今天做压回 今天压回大概3%左右 超风 卖讯在72.2 这样拉回 那当然话 后续回次的买点 也即将做一个产生 再留意做买进 台光店 这些买点也即将做一个产生 当时高档卖讯在234 大概拉回 大概超过20块钱 相对我想 这些标的 一样 投讯站在卖方 那你一样配合这个讯号的一个动作 高档你会卖 当然的话 现阶段 就静待什么时候 投讯 由卖再转买 配合买点产生 我们再带各位 来再赚下一趟 高卖之后的一个低阶的一个策略 我想这针对 我们在今天相关分享 这个 我们在早盘分享 各位这个 昨投信 昨年大卖的这些个股的一个实际上状况 那另外我们在从上个礼拜 有特别针对 像航运类股 我想航运类股就是说 包括从上个礼拜 礼拜三 礼拜五 货柜山雄 这一波的买点产生 那这个礼拜礼拜一 在昨天 不管像这个2605 像这个新兴航运 或者是说 这个汇洋 这个散装货印的这些个股 买讯的产生 那问题我想在今天其实 都很大幅度的修正拉回 那这个拉回我想 我们提供给各位三个重点 就是说 你针对你手中操作 这些航运类股的投资分码 一样 现阶段的航运 一样 我们在昨天就跟各位讲很清楚 没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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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先做一个沙盘 来做取量 那包括我想 就是说 相对的航运类股 什么时间点可以动 你第一个关盘的重点 现在是只欠东风 就是没有量 那他什么时间点 成交比重 可以扩大到30% 三成以上 就会动 三成以上就会动 那所以说我想现阶段 大概又是做 杀这个最后一刀 杀这个最后一刀 因为毕竟我们在上个礼拜 跟各位分享 像阳明的部分 后柜山雄的阳明 上个礼拜外资已经连五买 连五买 那我想到这一两天又开始卖 又是开始卖 那相对应 融资缓额 在这个波段 从8月26号到9月6号 到9月6号 融资砍掉两万一千多张 那外资在上个礼拜买了两万五千多张 等于说这个 以筹码已经由这个散户转到这个法人 转到外资 那问题 这两天外资还在卖 还在卖 因为没有量 还是在做最后一浪的一个洗盘 那这个洗盘 当然的话 后续一样 请各位去密切留意 像货柜山雄的一部分 再杀一趟融资 为什么杀融资 我想 从9月7号到9月13号到昨天 卖了八天之后 这又连续又买了大概一个礼拜 又融资又增加了大概五千四百多张 五千四百多张 那等于说 像今天 包括像杨敏 今天一跌 跌了七块钱 都已经回到这个买点 距离买点差不多了 长融 又拉回八块半 买点在125 已经在这个买点之下了 万海 买点在205 今天收在201.5 那相对我讲 这货柜山雄的部分一样 买点产生的后续 到现阶段就是没有量 没有量 它都最后一趟的洗盘 相对应 因为一些个股 就是说 它做打底失败 我讲 这个是各位 你也很常看到的一件事情 毕竟这个跟成本相距不远 相距不远 那等于说 如果后续 像霍克三雄部分 到目前都还没有卖逊产生 虽然股价已经有 低于这个 它的买点 那问题 卖逊还没有产生 你一样都是做虚报的一个动作 后续 如果说打底失败 你一样先出场 先出场一趟 我想这个 大概赔个两三块 一两块 都是应该该停损 你要去执行这个停损 一个动作是无庸置疑 如果说这个买 买在205 万海 结果今天已经来到201 后续 明天就产生卖逊 一样 这一趟先做一个一段了结 等到下一趟买逊再做产生 再做一趟重新的一个回接 那毕竟我想 包括像货柜 包括像行 就是说 散装货源这些标的 以往全面性都已经落在 这个叫极度的低位阶 现在没有量 在这边大概一个半页的整理 一个半页整理 基本面没有任何问题 基本面都还是很好 尤其这个可以延续到明年 那重点是说 现阶段就是量的问题 就是筹码面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的话 只要是它形成一个补量 补出量的一个后续 当然的话就会有一个 比较像样的一趟的一个强攻 那这一趟强攻 我想我们在昨天有跟各位强调过 这个平台整理我想没有量 你就拉高 逢压力卖 拉回 逢支撑买 就是采一个叫撑压的操作 平台整理的一个做法 等到突破 转强点144块钱之后 到时候你再做一个加码 买进的一个动作 这个会有一个比较像样 一个波段的一趟的一个反弹 那弹上去 一样还是要留意 会买 一样会卖 我讲这个问题 一样毋庸置疑 不做任何改变 新兴 买点在36.6元 礼拜一产生买点 今天有创高做压回 那我想今天这个创高压回 最主要因素还是 它月线压力在38.3元 今天碰到月线压力 碰到月线压力 会养一样月线压力在83.1元 今天有过了之后就做折返 那毕竟这些标的都是在低位节 那当然的话一样请各位 根据讯号来执行各位 该做的这个动作都OK 买讯产生我们就做买进 后续 静带 卖讯 不管它是不是打底失败或怎么样 当然的话一样 根据讯号来做各位该做的这个动作 小赔没关系 我想这个后续都早晚会有一趟 很像样一趟的一个反弹 值得各位后续 再来做这样共同的一个参与 这是针对航英列股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的话我想进行也针对 这些IC设计这些标的短线上涨多 涨多一样请各位要特别留意 会卖 卖掉之后我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买点 一样请各位去留意 什么时间点产生这个回撤的一个买点 再做一个重新回接 新唐是如此 创委一样是如此 那当然的话我们在近期 像为什么我们特别着重卖 像这个敦泰天狱 这一趟一修正拉回都是拉回 都超过100多块钱 这个是之所以基本面有没有改变 我想像7月份 营收创历史新高的高达160党个股 那160党个股包括像敦泰都是一样 都创历史新高 那问题是说包括像IC设计 包括像封册 包括像PCB 运刷电路板 包括像航运类股 我想基本面好的就大概落在这些族群 半导体 运刷电路板 PCB跟这个 这个航运的部分 那当然的话 现阶段会有所股价的一个表现差异 最大的问题点还是落在一个筹码 这个阻力的心态 法人的心态 我想很多行业类股还在偏空 那这些IC设计这些个股 短线上涨多 修正拉回 我们一样静待回测买讯产生 那我们再带各位再赚下一趟 再赚下一趟 毕竟像新唐 像创业 我们都卖得非常非常漂亮 那宅配通部分一样根据讯号 连续三天涨停之后 30分钟卖讯产生做拉回 今天宅配通盘中就达到涨停 那等于说 一样你就根据讯号来动作 该买你做买 该卖你做卖 一样先卖一趟 下差都已经30几% 先做一个获利落贷就OK 那当然的话 我想我们在进行跟各位相关 带各位操作的这些 IC设计这些个股 包括像新唐 甚至包括像金鸿 金鸿这两标的一样 当时买点在这边 155 拉高183 卖讯 这一趟拉回 拉回我想 到今天 今天已经产生这个买点 在162块半 那相对我想这些个股 毕竟不同的这些IC设计 这些标的 每一档 它的一个tempo不一致 那当然话 你有这个工具讯号 掌握这第一时间 像该卖你是做卖 这一趟拉回 像金鸿这一趟拉回 32块半 拉回32块半 回次买点产生 你要做一个回接 高卖低卖 我想我们这一路 带给各位 这个策略面的重点 不会去做任何改变 那九级 卖新在170.5 今天已经拉回到142 今天创低 差了多少 已经差了28块半 一样 不同的这种轮动个股 一样请各位 特别切记 会买 一样要会卖 那当然话 这个阶段点 趁这个中秋节之前 再做一个量缩 整理 一样是各位 去密切锁定一些 未来有机会 上去的这些标的 来做 跟着后续 再赚下一趟的 一个绝佳时期点 那重点要针对 哪一些个股来做买进 我们在今天 实际上有提供给各位 这个买三送三双倍回馈的一个活动 加入会员 你就可以马上 拥有我们这套快打部队 这个超完软体 掌握住这个第一时间 不管IC设计 不管航运 不管其他的类股 他们的这个第一时间的一个买卖点 那这个详细活动讯息 各位你们都可以直接来电 做一个直接洽询 祝各位美人超顺利 我们见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险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在这边